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冠病疫情冲击下 相信贷款随时剥备在未来几个季度会持续攀升 另外 泰国央行有意暂缓放宽货币政策 相信泰国联昌的净利息转幅会逐步走强 不过 基于该公司计划转向低风险 低回酬 加上目前经济萎缩的大环境 资产素质预料会进一步恶化 而且联昌国际是唯一将法定储备率归零的银行 这一点让行家很不放心 因此维持联昌国际的净利预估 急于守住平级 目标价是三令吉95仙